今天一覺響徹美國前總統川普 賓州的造勢現場 民眾拍下發現槍手潛入犯案過程 目前最新消息顯示 已經找到一把疑似槍手犯案的AR步槍 另一段影片則顯示 反恐狙擊手在聽到槍手第一次槍聲後 不敢置信抬頭 隨後多次槍聲又響起 反恐狙擊手很快找到目標瞄準 在最後一聲槍響結束後 很快傳來槍手遭擊壁消息 遺體在一百多公尺 一處造勢現場外的建築屋頂被發現 目前調查 交由FBI主導 隨著時間過去 槍手身份也有了較明確的細節 目前槍手動機還有待調查 另外照理來說 七天前秘情局就會在造勢現場布局好圍案 搶手又是如何 找到可以避開圍案的犯案地點 還需要釐清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懷疑